侯阳方教授还注意到 地图中华中地区红圈内标注出 湖南湖北的字样 这也是一个明显的错误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 明代是不存在湖北和湖南的 明代的正式正区是两津十三不正十四 不正十四当然俗称为省 或者简称为两津十三省 湖北湖南这个地域范围 当时明代是同属于同一个不正十四 叫湖广不正十四 湖南湖北已经是清代的事情 所以你在一个清朝的地名 正式的正区的地名 出现在民宿的地图上是不可能的 针对侯阳方的这个质疑 刘刚认为天下权宇总图 绘制于清代乾隆时期 而那正是文字玉所盛行的时代 这个图如果全部按照明朝的建制 来描绘的话 那很可能莫颖童这个人 叫射的文字玉 因为我刚才说他们图上有一句话 是不仅一处 好几处都实际上在歌颂 那个歌颂那个明朝 但如果他原封不动的 把这些那个原来的文字 注释都写上的话 那很可能让人认为 指责他是在宣扬明朝 在大清皇帝的面前 宣扬明朝意味着什么 因为这个人的头可能要被砍掉 地图中江南地区标注为 南直立和安徽 同样明代也没有江苏和安徽 他们被统一称为南直立 那么地图中的安徽 又作何解释呢 直立就是直立六部的意思 就是都城所在 那个所属的辅州县 是直立六部的 那么你既然上面有标有 南直立和北直立 就是还是承认 现今的南京还是都城 很显然我们知道 清朝的都城也是两都制的 一个是现代的北京 对不对 就是京师 还有一个就是圣经 就是现代的沈阳 肯定那个清朝的 就是现代的南京 在那个清朝叫江陵府 显然不是都城 那么你要避胡广的会 那么南直立 北直立是更加忌讳的会 所以这个是逻辑上完全不同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刘刚找到了一幅 绘制于清代中期的地图 我印象中欧洲国管书上的一幅 也是在十八世纪中期 会的一个地图 它上面出现一个南省 就是在南京的部位 出现一个南省 这个实际上在当时是 也不是清朝的建制 但是它故意给写成一个南省 这个南省的含义我理解 它又是实际上是 它是在访明朝的地图 它反而说把明朝的一些建制 做了一些修改 解决一双 先给您 加一双